作詞曲 李宗盛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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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行走雨 旅途而忘記行走 沉醉在書中而忘記了書 調進去 夢中而忘記了夢 投入到愛里而忘記了愛 躲過了黑夜的那隻鳥 最後還是消失在漆黑裡 躲過了黑夜的那隻鳥 最後還是消失在漆黑裡 黑鳥 黑鳥你在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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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 黑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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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回到老家了 湖南省洞口縣山門鎮 玉潘在離老家不遠的另外一個鎮上 找到了方圓幾十公里 最後一個做蹭的手藝人 朱宣唐老大哥 今天沒有新的程要做 修這根舊的 雖然省去了木工環節 但之後的所有核心內容 仍然需要全部重做 現在是在做刻度 我這個修鱗的 我修鱗的想是冰雪刻上去 修鱗包涼切蛋 蛋白包刻上去 把這搞件 你把它一切 切它就涼回來 拉弓 你給修鱗是摸摸的 修鱗一個肚子 我來 我來就是掐線朱主 我來就是挖著 本來就是麵 所以我來拿著 我來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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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哥說的掐線朱主 就是梅波殼的一米 用線穿起來 星星開了眼睛 只是完成了刻度 乘感仍然充滿了學問 這是石灰 老家管這個過程叫咬石灰 晾肝 在等晾肝的時候 老大哥繼續講解做刻度的訣竅 如何確定刻度 外人看來很神秘 但這卻是每個做成人 都必須嚴格恪守的數學公式 這道公式和經驗 在中國已經流傳了上千年 各個肚子必須頂 既不頂 隨個學是個有個弄的 你頂些我 隨個心的就是把它綁在家 這是好存放 清凡是從礦石裡提煉的 主要成分是硫酸亞鐵 中醫呢 也用它來做藥 繼續晾肝 現在刷的是五倍鑿的水 現在刷的是五倍鑿的水 慢慢的它就黑了 乾了就黑了 因為它這個時間還沒到 刷五倍子水讓蹭桿變黑 正是做蹭的又一個訣竅 最後是打磨 還是用這個掐線珠珠 基本上滾個鉗子 走之前買了老大哥一杆秤 老大哥知道你是買著玩兒的 但還是堅持要調適自己的秤 看一看一看 五十斤的砝碼調適 誤差不到三兩 千分之六的誤差已經是非常精確了 離開湖南 從江西到廣東 從廣東到廣西 一個叫吞里屯的村子 從今天開始 一個新的主角加入拍攝 九歲的閨女 希望孩子能給拍攝 增加一個全新的角度和心態 試穿了一套當地壯族的衣服拍照 效果還不錯 閨女很喜歡 一激動 把人家拍照用的衣服全買下了 剛剛買了兩條圍巾 閨女很喜歡 又買了三條 老大姐當然也很高興了 看一看 看一看 一首歌 輕輕輕輕輕 那是草莓, 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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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莓是草莓, 草莓,, 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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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莓,這個是今夜一米酒。 沒想到普通農村老大姐的歌聲居然可以這麼好聽 时间也不早了 就在老大姐家吃饭吧 给她的农家乐再添一笔生意 这是南瓜藤 这是拉肉 老大姐的两个朋友也过来帮忙 这是红薯叶 农家做菜有一个共同点 并没有太多的花样 炒法上也没有太多讲究 但都很好吃 和丝羹到村子里溜达 玉盘在后面拍 和丝羹其实并不会砍树 反而被老大姐看笑话了 快起来 这是一棵酸枣树 因为树荫挡住了菜地的阳光 主人想把它砍掉 突然发现 在这个小村庄 砍一棵树 都可以这么愉快 歌声还在继续 这是继新疆胡大败尔地之后 第二个美妙的歌声 归女对音乐一向很挑剔 三位奶奶的亲唱 她却非常喜欢 今天又有音乐 李少伟是天秦的传承人 今天恰好赶上 李大哥在修他的天秦 李少伟是天秦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李大哥完全靠他的天琴生存 但是他真正的职业并不是音乐家 而是法师 天琴只不过是他作为法师的一个道具 这个家庭有个孩子刚满月 按照当地的习俗 邀请法师来家里做法师 保佑孩子健康成长 这就是李大哥今天的工作 配合法师的还有当地的一些习俗 每个客人都会带礼物过来 这些都是当地的特产 而主人家的回礼也是类似的瓷疤 而且是在法师的现场做的 香蕉叶子包好的瓷疤 就放在大锅上蒸 58岁的李大哥收了一个徒弟 52岁 这法师的徒弟可不好当 不光需要学习制作和弹奏天琴 还得懂生辰八字 瓷疤蒸好了 味道非常棒 什么味道 甜的味道 年八八细细的 何思庚说 这是他今天拍的最温暖的一个镜头 从中午开始 李大哥和他的徒弟 就一直在弹唱 念经 做法师 法师在这个期间是不能吃东西的 也不能喝水 从中午十二点 一直要坚持到晚上十二点 整整十二个小时 蒸津 从三亚道去海口的路上车坏了 车坏了就是正式皮带断了 在离开海南的高速上 遭遇了至今为止最大的岛霉运 霉运的第一步是汽车的皮带断 在高速上抛锚的 联系所有和海南相关的朋友 总算在附近县城找到了救援 在等待拖车的时候 和斯庚盯上了路边的椰子 预攀也去帮忙 没伤着骨头吧 椰子是戳下来 预攀的脚也被砸伤了 拖车来了 后来车也顺利修好了 但第二个美运也来了 预攀的脚晚上到医院一检查 发现是脚趾骨折 需要休息一个月不能动 这样预攀的脚趾骨折 这样预攀不得不退出拍摄 出发的时候有四个大人 现在只剩两个大人 灯光 录音 外联都成为空白 而九岁的闺女也不可能来承担这些工作 事实证明预攀一走 后面很多拍摄点都没那么顺利 浙江的龙泉宝剑 是中国最有名的宝剑 一直有一个幻想 在一个残破的屋子里面 一个住建师把自己关起来 叮叮当当几十年 造了毁掉 毁了再造 一辈子的终极梦想 就是为了造一把举世无双的好剑 现在看来 这是电影看多了 龙泉宝剑已经实现了流水作业 住建师谢明荣告诉我们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安打独斗了 在这个地方仍然只能幻想 幻想一位执着的老人 用木板一片片拼接 打造一条滴水不漏的小船 辛辛苦苦开车二百多公里来到这儿 就是为了寻找这样一位老人 当地人说 前几年确实有这个人 但现在只有眼前看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运气和拍摄都不理想 今天拍摄罗盘 好运终于来了 上面有领导来参观 制作罗盘的师傅们都在 做罗盘用的是银杏木 做成现在的基本形状 用刀刻盘面 刻出格子来 这是木炭 把这个漆黑的粉磨进去以后 它就变漆黑了 再用这个刀线 把它轻轻刮掉 慢慢这个都变白了 等下我再来打磨 打磨用的是甘草 打磨完成以后 在盘面上写文字 文字是严格的天干地支 金木水火土五行 六十丝挂等一斤内容 这边一个有多两个字呢 这里大概有三千多个字 这个大盘 最后一层有的时候 可能记不住 就是喝对一下 其他这些都记得 在楼盘上写字 不允许写错 否则墨水渗进去 楼盘也就废了 写好字 上油漆 然后是打磨 上漆磨 反复要几个呢 那十九二十四 整个过程的要两个月才结束 这个盘 光打磨呢 就平平下来要 那要二十二十天左右 一天一一次嘛 蕉了 蕉了 刚好吗 说不吧 接下来的两个环节 是准备安装纸针 但纸针最后的安装 是师傅的工作 而且属于保密环节 没有办法拍到 这样拌进去的 这里面在装玻璃的 卡着玻璃用的 这个小圈圈 纸针装好以后 用油漆密封边上的小凤凤 罗盘就做好了 在古代 罗盘是精准的指南针 和风水探测工具 现在 它主要用作镇宅和收藏 好运还在继续 还是中国四大发明 这次是造纸 小岭村 从历史到现在 一直出产中国最好的宣纸 现在火上煮的 就是造纸的原料 这就是煮熟的原料 青檀树的树皮 传统工艺上使用石灰浸泡 然后在太阳下暴晒 把煮熟发黑的树皮 晒得发白 现代工艺呢 用剪来漂白 漂白之后 把有杂质和不够白的 挑出来 然后送到这个机器里 打碎成纸浆 纸浆放在池子里 这个环节叫捞纸 里面 黄色的纸是没有经过漂白的 捞好的湿纸经过挤压 把水分挤掉 挤掉水分的湿纸一张张分离 在这个烧热的壁炉上摊平 烫干 这个过程叫晒纸 晒纸这个环节一般是夫妻俩人合作 这已经是这个行业的传统 小岭村一直是中国书法用纸 最值得信赖的产地 这里的纸已经卖了一千多年 生意依然不错 小岭村不光造纸 也能做捞纸的帘子 王宁祥是村里的灭匠 世世代代专门做造纸的竹帘子 竹子要选冬天的竹子 这样的竹子不会长虫 经过这个小孔 小竹条从方形变成圆形 这个环节由王大哥的老婆完成 编帘子是个非常慢的过程 但是要求动作却不能慢 还不能出错 王大哥两口子正常情况下 一天只能编20厘米 编完后刷漆 这是土漆 中国历史上用途最广泛的土料 也就是从七树树皮上割下来的树浆 抹漆必须用丝绸揉成团 这样抹得漆才干净 如果用棉的 会留下很多细小的棉花毛毛 用猪棕毛做的刷子刷匀 最后在太阳底下彻底晒干就可以了 小岭村有好几家宣植厂 造纸所有的废水 都排在这条小溪里 现代化的造纸 被认为是污染最严重的行业 而这里的造纸呢 却已经一千多年了 环境依然是青山绿水 这里是杭州的郊区 在京杭运河上 一个非常不好找的巷子里 有一个印兰花布的作坊 问了十多个人 才终于打听到这里 这是染布前的工作 在布上撒水 让布变湿润 就像腊染 把不需要染的地方盖住 形成花纹 这种黏糊糊的东西 是黄豆粉 加石灰 慢慢晾干 晾干之后 缠到染布的架子上 布和布之间要保持距离 这样才能染均匀 染布的第一步是把布泡湿了 这十个池子 除了第一个池子是清水之外 其他九个池子的颜料是一样的 都是电缆 从第二个池子捞出来的时候 白布变成绿色 就几分钟的时间 绿色氧化 变成蓝色 十个池子一个一个泡 每次都把布上下颠倒 避免颜料沉积 染色不均匀 来回倒腾一个多小时 兰花布就染好了 染好的布需要在太阳底下继续晒 养花还在继续 最先晒出来的颜色明显比后晒的要深 这就是养花的结果 现在已经晒干 这样拉扯 可以把上面的黄豆石灰面扯松了 然后把它们彻底刮掉 清洗干净 然后晒干 这些蓝底白花 曾经是我们先辈们最常见的衣着花纹 现在 它们的主要用途是桌布 床单和窗帘等等 晒干以后 根据实际需要的尺寸和花纹裁开 就是成品兰花布了 这是一个农民的家 一个农民艺术家 他有自己的工作室 还有自己的展厅 这就是山东高密年画 画这些画的人叫王树花 王树花画画画用的笔 是柳树枝条烧成的碳笔 现在是在画轮廓 其实也就是把原来的轮廓重新画一遍 画好的轮廓 合到差不多大小的另外一张纸上 这个环节叫铺灰 所以这里的年画也叫铺灰年画 就要按照上面这个轮廓画 对对 它就是一笔一笔的画 主要的技术就在画上 碳粉铺上去的轮廓很不稳定 需要重新画轮廓 其他细节也要一笔一笔地画出来 中国的年画主要在逢年过节的时候 贴在大门上图个吉利 现在他们大多数被寝到屋子里 作为传统艺术品挂在墙上 一个多小时之后 王叔花的作品完成了 闺女很喜欢 花两百块钱买了下来 离王叔花七公里镇上 雷英华的馒头店是镇上生意最好 一天要卖出两千多个 这次要拍的手艺叫面花 用面团做出不同动物的造型 然后和馒头一起蒸 味道也和馒头一样 在当地 在当地谁家生孩子 过生日等等这些 面花是少不了的 还好吗 他怎么要拍的 还好吗 什么 她本身的 懒 ninguém 我 冒 那 你 今天 今天没人预定面花 任英华只能做个示范 然后把做好的重新压成面 避免浪费 栗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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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音华是整个这次拍摄的最后一个人 他让你想起一个称号 馒头西施 看多美的结尾 经过126天的拍摄 玉攀和何思庚已经完全胜任纪录片的拍摄 当初邀请他们俩 就是因为他们俩的激情和兴趣 你认为这就是梦想 但是拍完了这一百多位默默无闻的民间首艺人 或者农民 就再也不好意思提梦想这两个字 这一百多位普通的中国人 只是我们身边的极少数 他们没有光环 不被人关注 分散在中国一个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但是在他们身上 却延续了中国数百年 数千年的传统寄托和温度 如果要说梦想 这些执着的人生 才是对梦想最佳的诠释 我们的这些执着的传续了 我们的时间 在我们身边的极限中 这些执着的传统 这些执着的阵力 小松树在椰子下睡觉 清晨黄昏刮风下雨 森林里的一棵树啊 不需要知道自己是一棵树 森林里的一棵树啊 不需要知道自己是一棵树 森林里的一棵树啊 不需要知道自己是一棵树 森林里的一棵树